今天给大家说这台车 这台车我觉得大家之前都见过 我们给大家拍过提车视频 这是我合伙人买的一台车 东本的爱里申 这个车对于我来说 可能是我认为它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中年人可能都绕不过的一台车 不选择一台新动员车 而是选择了这台东本的爱里申 一会儿给你们细聊 首先来看一下这台车 整体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版本 Black Edition有什么特点的 就是整车全都是黑的 包括车身 包括整体的轮毂 包括内饰 顶房一切全都是黑的 但其实也有一点我不满意的地板 就是什么呢 首先来看这个车标大大的logo 前面有一圈蓝色的小框 那这台车是有1.98度电池的 所以说你不能准确的认为 它是一台新动员车 但它的确可以通过这个电池 来进行几公里的一个行驶 纯电行驶的一个状态 并且是有EV模式的 所以它这有一个蓝圈 从上到下的这种直铺的 这个大阁山看着还是非常霸气的 为什么叫Black Edition 黑化的版本 所以整个这块也做成了这种枪灰色的这种镀铬啊 看着一起画会比较强的 那新款的大灯呢 其实整体灯枪内部呢 也是做了一些变化的 所以现在看着呢 就是它前面这种霸气的感觉更加的强一些 侧面就是首先看到啊 龙骨是黑的没问题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帅的 但是啊 它就偏偏给你这个窗框弄成了一个银色镀铬啊 这个我觉得有点太 真的有点不搭调 为什么说呢 因为你看这个门把手也是和这个中网似的 也是那种枪灰色的一个镀银 就是整体会非常协调 但是你在往上看 忽然哎 这给你多了一点银 这就看着很不屑调 如果这个也都能将规则 我觉得这个整体感的更加强一些 这个车啊 大概4米9不到5米 但是呢 整体车高 你看并没有超过我的身高 整体车高并不是很高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上门的门槛非常低 作为一台MPA来说啊 上车这一步是非常关键 所以整体车高坐的不是很高 那重一点就是在于这一步迈上车这个门槛啊 现在这个侧滑门啊 不仅是电动侧滑门 但它还是有一个魔术门的 看到有一个蓝条了吗 说你手盖在这 哎 就是你拎着东西啊 完全可以不去触碰车 直接就可以把车门打开 那这一步刚才说到了很关键 你看 它这个现在地板坐的并不是很高啊 这一步迈上了 无论是小朋友或老人 其实都是非常友好的 哎 你看 这轻轻了 就上来了 另外侧面还有一点啊 就是我发现这车的一个小bug 你看这门啊 整体门非常大 但是呢 你看 关上 我正常关 哎 从这 哎 我这直接把门带上 你看 带不上 这个我觉得后期 这个整体的密封啊 包括整体这个关门的机构 我却 可以去再优化一下 OK那再往后来看啊 你看这个灯 现在全新的这新款的大灯啊 里头也给你做了黑化的处理 完了 那包括外边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灯罩啊 这个一体感真的是非常强 Black Edition啊 这边还有一个E 啊 HEV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油混的车啊 那大家都知道 本田这套油混机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一点都对啊 完了 平常也能够纯件行驶 MPV第二点重要的啊 就是打开尾门之后 里头还是暗藏玄机的 那尾门打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空间啊 现在第三个座椅是折下去的啊 完了 四座的一个状态 它平常用车都是四座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 这一会儿给你们向前面演示的空间啊 但是这个后备箱 如果是四座的状态 座椅已经调到最后了 我觉得这个后备箱还是非常可观的 就是大的行李箱 30寸的 你就直接往里堆就好了 机场接个人 他们的完全没有问题啊 包括我们日常 如果有说用这车拍摄 这个很大的一个行李箱空间 非常不错 然后这个盖板掀起来呢 它安了一个这个脚垫啊 这个盖板掀起来呢 本田的魔术座椅 魔术空间在哪啊 就是第三排座椅 完全可以折在这个后备箱底下啊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 就不会占你这个 整体后备箱的高度吧 这儿一个小挂钩挂住之后 这个座椅整个后面就是纯平的了 那实用性我觉得还是OK的 OK 最重点呢 去到第二排 你看 打开门之后啊 这个空间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空间 我必须得再给你们演示一下 你看 我直接 我直接就像进了一个客厅一样 就是在这儿 一腿的距离 空间就不给你们演示了 绝对一腿多的一个距离 另外呢 两张座椅啊 坐在这儿非常舒适 而且这个舒适啊 它体现在哪儿 就是这张座椅啊 首先没有小桌板 但不要紧啊 你日常的这个手机什么的 也都可以搁在这儿 但是这张座椅 有一什么好处呢 我坐在这边啊 你就能看到了 本田的魔术空间 怎么魔术 就是这张座椅 如果说退到前面 你看它这儿有两条花轨 就是左右 其实这张座椅都可以移动的 你可以离你的人 身边的人 你想远一点 有一个距离感 如果你想近一点 直接挨在一起了 这个是其一 那其二一点呢 就是这张座椅啊 包括腿脱 包括肩部的整体的抚养啊 都是可以调节的 而且使用起来 是非常顺手的 它没有说给你过多的一个 电动机构啊 只是前后的一个调整 包括说这个 你看 就各种角度 你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调整 另外呢 就是四座的一个状态下啊 基本上 你看这儿 你想放什么都行 你可以在这儿放一个小茶几 或者说啊 你可以在这儿 把你的随身的包啊 什么的都可以扔在这儿 就不用再去上后头头了 这个我觉得真的太棒了 另外呢 就是整个该说到了啊 包括后排的一些控制 灯光啊 空调啊 遮阳帘 你都可以通过这儿控制 独立的一个出风口 而且整个顶房 什么叫布拉克提提升 一黑到底 就是没有你看不见任何其他的颜色 一黑到底 整个给你的这种沉浸感 神秘感 从这车上一下来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小强 还有什么 就是这车的拓展性非常豐富 你看 这儿充电口 这儿手机的充电口 完了包括边上啊 座椅的加热什么的 这都有 完了后头啊 两边还给了你一个充电口 就是这车拓展性 真的非常便利 你在车上办个弓什么的啊 那都是不在话下的啊 并且啊 这个座椅 其实移开之后啊 看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 这个座椅 我现在最前排的一个状态啊 你看我腿部空间 依然是可以 短途乘坐 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如果舒服点的话 我还可以再往后来一点 但是即便是这个空间 你看 离这个座椅最后的位置 也非常的靠后了 往这儿会有一个小桌板 这儿会有一个小桌板 完了 割水啊 包括零碎啊 都可以隔在这儿 这个座椅 如果移到外头啊 中间把这个过道 这个地方就给腾出来了 可以把这个小桌板支起来 但是如果呢 上车方便怎么样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座椅啊 完全的 哎 你看 左右的移动嘛 中间让它是腾出一个过道 顺利的上到第三排 所以空间 所以空间灵活多样性 它是这车的一个精确 一见到这个内饰啊 整体的装修风格啊 虽然说有点老提横究啊 已经是跟现在的很多新动员比啊 那没法比了 但是啊 这车你别忘了 强调的就是一个实用性啊 那实用性都展现了哪 首先一一给你们说啊 这个无限的充电给你配上啊 这儿是一个大的主格 而且啊 这个哎 你看拉出来之后吗 两个背件 中间这儿腾出的过道 你还可以左右的哎 过来过去都非常方便的 包括啊 这块有一个特别大的哎 带盖板的这个制度帘 完了 这也可以放好多东西 这车的空间体验在哪 门板上 出物格 这块 看到了吗 我这块还有一个背件 就直接可以靠空调给背件制冷 这个本田的设计啊 还是被保留了得非常经典 那这块是一系列的按钮啊 包括这个自动驾驶啊 两侧的门的开关啊 这个电子手刷啊 都放在这块了 现在的这个换挡 给你变成这种按钮似的了 这块全是触摸的空调区域啊 就是你想操作的东西 都是一目了然的 非常方便啊 不用你需要去 在菜单里去找啊 还是传统的 这种机械感的一个设计 就是你想使用的东西啊 顺手都能找到 那天我提车的时候啊 特意哎 发现了一个这个 就是在这一块 我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 哎 实木的一个试板 仿实木的一个试板 但是这块我后来 哎 可以动会 还有一个小楚歌 里头包括有手机的充电 这块鼠格里 你搁点 哎 对吧 广的正来的这个票子 直接往这里一c 没人能发现 这特别好 这块大的手刀锹 就储物空间便利性上 真的这车无敌 另外有一个吐槽的点啊 就是日系的这个整车的音响啊 我真的是觉得太拉胯了 就全车给你配的 全上这种纸盒喇叭 我和有人对于这个音质的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经常在车上听个歌 果断的去契配城 把这全车的音响 都换成GBL的了 给你听一下这个音响效果 就是现在听着啊 这个音色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人声清洗 高音田 中音稳 低音狠啊 就是整体这车视听体验 一下就跃升了好几个层次啊 但这套音响改的 我觉得还是值得啊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这套车机 就不用跟大家说了 基础的导航啊 蓝牙啊 百度Car Life啊 但是啊 这车不支持Car Play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缺点啊 不知道后继啊 我们继续七倍长 再给升级一个这个Car Play的模块啊 这个车日常开着 我觉得就更好用 这个车开着 现在给我个感觉 就是有点奇特的感觉 就是最近可能开新能源车 开太多了 纯电的车啊 包括这种大排量的车啊 但是你换到这台 本田二零二位混动的 这个动力总成啊 真的 就是它给你的感觉 还是有一点小奇怪的 什么感觉呢 听我给你描述啊 就这感觉 你刚刚上车 把车着了之后 因为有这1.98度电池嘛 所以一起步的时候 这就是一台电车的感受 就是你不踩油门 平顺的 靠怠速 或者说给点油门 往前抖 脚搭在油门上啊 就这就是一台电车的感受 但是 你再往身踩 你就会感觉 动力又没有 没有什么动力 但是呢 你不得不说 就这套动力总成 它在油电切换的时候 真的是挺平顺的 真的还是挺舒服的 日常开着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它在这个发动机 在启动的 应该是叉叉剑啊 在包括本田啊 这个隔音 可能隔音降到水平 做的也不太好 你还是可以听到放肥 嗡一下 清晰的 这种放肥机启动的声音 传进到车内 但是整个的过程 就是包括你的加速 包括你的整体 在路上行走的 这种感觉啊 还是那种很平顺的 因为它使用的是CVT 所以呢 包括油电切换的这一瞬间 你基本上是无感的 但就是 你会听见噪音 但是整体的给你在这种感受 我就两个字 顺畅 就是还是开着挺舒服的 开着这台车啊 在路上可以说 现在我们走在五环上啊 基本上 你给你的那种感受 就是无欲无求 很轻松 很舒服的 在开着这台车 就带着一家人出行 很惬意 就OK了 至于什么超车的想法 至于去再往身踩油门想法 甚至我现在真的没有一点这种感觉 放开油门的时候啊 很自然的在滑行 就没有一点电的那种拖拽感 同时又是一台CVT 也没有那种换挡的感觉 所以就感觉 哎 你当你把这油门一丢开 整个车也很顺畅的 在滑行 这种感觉 其实 哎 在现在开多了电车 再回归到这种感觉的时候啊 不能不说这种感受 还是挺好的 那另外一个 就是一台MPV 因为整个车身是很大的啊 就是在后排 二排的舒适度啊 其实我这两天也坐了一下 的确 因为空间 首先来说的话 是第一诉求嘛 那空间大了 那你坐在这儿 腿伸开了 自然会给到你一个 很舒服的感受 另外整个车的一个底盘啊 虽然后面是扭力量的结构 那大多数MPV啊 也都是 包括Alpha啊 那前面 麦克风俊的后面扭力量啊 它不会说给你感觉到 特别特别的像轿车一样 那种坐船忽悠的感觉 但是啊 你坐在这儿啊 一台MPV来说 因为空间大了 刚才说到了 就是整体给你的那种空间感受啊 因为隔阵 并不是那么的出色 但是你坐在这儿呢 又不会感觉不舒服 就是很沉稳的 很端庄的 就是坐在一台MPV里 因为这种感受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不会让你感觉特别颠 但是呢 也不会让你感觉 有多么多么完全轿车 那种舒适体验啊 就是让你很轻松的 去坐在这车上 去通行就好 刚才这路口 我们进行了一个调头啊 这车4米9 其实也不算很大 因为你要知道啊 一台比特118 已经去到5米多了 所以呢 这台车开着 我觉得日常代步家用 是特别合适的 就是动力上一来的很平顺嘛 对吧 你不会有太多的负担感 你不会说 在开着这台车 会让你感觉这是一台大车 而且手上的方向 这是日系一贯的 就是很轻盈 也没有什么特别精准的指向性 但是你开着就是很舒服 那整体这台车体量啊 你开着不会说 让你感觉 开一台很大的MPV 就是开着一台正常的家动车 在城市间穿梭 游走的这种感觉 手上你看很轻松很惬意 我也不用说太紧绷 那种动力给我来的很强 很推的那种感觉 就一切都是这种轻松自然的感觉 另外咱们来说啊 你别看这车啊 看上去外观啊 不是那么的年轻 很老年的一个感觉 一台MPV 忽忽忽忽忽开着 但是啊 这台车还给了一套辅助驾驶 L2级的辅助驾驶啊 虽然它不支持打灯面道 这些更高阶的功能啊 但是这台车能给到你是什么 就是辅助线啊 车道辅助线的一个居中保持 包括前后的一个自动温车啊 其实使用起来 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啪啪一按钮这两项 哎 包括可以调整跟前车的一个距离啊 你设定的这个速度 在五环上或者说跑高速的时候啊 说这台车你通勤 你就直接去开着它 很轻松的去驾驶它就好了 不要有过多的要求啊 因为这也不是说更多的像激光雷达 像辅助驾驶 这也不是说这台车真正该干的事 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啊 其实对于驾驶方面 你包括一家人出行啊 或者说一台MPV来说 你还需要去载着一家人 安安全全平平稳稳的 去从A点抵达B点 这才是最重要的 OK 今天趁着这点时间啊 跟大家道乐道乐 我们自己买这台车啊 那这台车 其实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价格啊 这个尺寸MPV 尤其是一台爱里申来说的话啊 那放眼之前啊 那很多的包括新能源 现在动不动的就是先桌子 对吧 价格虽然也降的很低 但是在30万元这个级别啊 我觉得爱里申 其实它的这现代目前的价格 还是非常合适的 这台车次顶配 包括很多的配置 包括这个空间啊 都可以很好的去给到你 27万的一个裸车价 所以说落的不到30万 那这个价格 我觉得相对于合资品牌来说的话啊 反而倒给了你一些 更多的实惠 更多的一些经济性 因为它能够给到你的 就是两个词总结起来 那就是好用和实用 那这一台车 其实我们也会留着它 长期去使用它的 包括一些平常的工作中啊 包括一些之后 带家人一起出行啊 其实它适配的场景 还是风险风险的 MPV 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里是董车底 聚光电场 致电不一谋 关注我 更多新能源内容 跟你分享 我先试试一下 我们先试试一下